我就唱歌 大家都很熱烈 我就好高興 我說 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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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對 好 結果 結果是 我第四名 因為我們全村的人 全村的希望 他們都知道 黑邊好 我去參加歌唱比賽好 這位多好 讀多好 然後還參加總決賽 我一回來 我都會去 他們說 我的名字回來 好 這很光榮 可是你看看 我們得到第四名的 回來以後 你趕出去嗎 然後我就去學徒 是 裡面有師父 裡面的師父 我就會跟著唱 跟著跟那個師父 偷偷的報名 我就奇怪 怎麼我會收到明信片 是 這個高雄縣岡山鎮 岡山的政研電台 寄給我 要做什麼 叫我幾月幾號 去參加歌唱比賽 是這樣 阿聯那邊 然後來到岡山這裡 自己要坐 那時候都坐公車 要坐公車 他等一下一看 二 三 四個人 都排隊 還叫他進去一個一個唱 我就排 排到我的時候 那個警衛就把我趕走 第一次我就 就回去了 那個禮拜我又來 我又拿了一張來 又拿了 我說為什麼 為什麼把我趕走 他說 沒有 這個是成人組的 你是不老男神 沒辦法啦 想過孩子面對不對 也不是 因為我就拿身分證給他看 我說我已經16歲了 有身分證了 他說沒有 要18歲才有 才是大人 長大人要十八歲 要十八歲才是大人 然後第二次又幫我趕走 我就 那時候我就不走 對 剛好碰到那個主持人 陳瑞昌先生跟林立華小姐 他們兩個是搭檔的主持人 那個林立華小姐 她是我們阿聯鄉的媳婦 這麼好 剛好在我們隔壁 他看到 你不是黑兵 中的女生 剛才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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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啦 比較好 我都會這樣 他說 你在比賽嗎 他說 怎麼樣 不能這樣 不要這樣 唱看看 就給我爽一下 你知道嗎 好 那我就去唱 沒想到爽到全部的觀眾 然後我就 我就進去就唱 我就唱那個 那個 看見到 黃三爺老師 一旁山輪 就唱那個 那個黃三爺老師的歌 一唱 他們覺得說 怎麼那麼像 在外面排隊的那些人 都來窗戶那邊 那我從那邊看 就擠在 就是看我一個人在唱 唱一首不夠 他還叫我再唱一首 變成說他們自己都喜歡聽 是 他說好 那你就參加 是 那我就參加 那我就參加複賽 複賽完了以後 又通過了 變成要決賽 後來我決賽 我就 我出去 一出去 掌聲 哇 那個 那種感覺 第一次站在台上 就是那個時候 所以那個是 那個是 民國53年的 3月8號 剛好三八節 三八節 所以我永遠記得 我就唱 我就唱歌 大家都很熱鬱 我就好高興 我說一定 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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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一定 對 結果 結果 我第四名 問題是心理上 很難過 我 因為我們全村的人 全村的希望 他們都知道 黑并 去參加複青比賽後 這位多好 讀多好 然後還參加總決賽 我一回來 我都會去社群場走一圈 他們說 好 黑并你回來了 好 好棒喔 對啊 這個要跟我們比賽 很光榮 這很光榮 可是 你看看 我們得到第四名的 回來以後 你趕出去嗎 我說不好意思 我就關在家裡 關差不多一個月